好 那么这个样子最终合体之后的断空我 就已经组合完成 哈喽兄弟们 我是刘哥 今天介绍30推出的超瘦机神断空我 相信有很多朋友都在等这款产品 这次产品是由千尘文化提供的 咱们一起来看看它的具体表现吧 那么我们先来看一下四位成员的单体人形表现 首先是尺寸最大的巷战机 到头顶高度为22公分 整体造型在原射的基础之上 加了不少的细节 典型的30的魔改风格 不知道兄弟们可以打几分的弹幕走一波 这个造型反正很合我的胃口 就是这一次的做旧涂装我不太喜欢 质感虽然说很不错 但是这种超级细的产品 我觉得做旧之后有一点怪 不知道有没有兄弟跟我一样的观点呢 接着是尸战机和爆战机 这两个是属于换色小改模就一块展示了 高度都是11公分 人形造型我觉得是目前已出的几款 断空我产品中做的最好看的 如果脚步有接地化 就更完美了 最后的鹰战机算上这个大背包也才7公分 造型和细节刻画 以这个小尺寸来说的话还算是可以 总之这次单体人形的表现 我觉得相当的出彩 也是这款产品的一大亮点所在了 接下来我们来演示一下 人形到兽形的变形过程 首先是这个象战机啊 把脑袋给它缩下去 第二步把这边象牙稍微掰开点同空间啊 因为这边呢 我们需要把这边给它直接挑起来 挑完之后 把金色这个地方呢 旋转180度给它收纳进去 把这边的象牙给它翻折下来 那看到了这边是有一个滑草 咱们用力给它往上推 这边软胶的这个炮啊 咱们给它旋转到前方来 你看都已经变形了 还气死我了 不过好在产品里面还会附带两个给你替换 嗯还算不错了 咱们继续把象笔给它挑出来 借用一下他们自家带的这个工具啊 给它挑出来 有好几节啊 这边再来 还有 最后剩下这一点点小东西 哇这么长的鼻子 然后来变一下手臂啊 这边翻起来 拳头旋转一下 给它收纳进去 盖板盖好 这边脚掌给它翻下来 整个手臂往外旋转90度 整个的给它挑上去 然后呢往这边旋转 这边肩膀根部关节啊 往前拉伸 再把整个肩甲呢 往下按 这个样子 腰部这边 给它盖下来 腿部 我们把脚底板给它收上去 再按动这里 这个就是后肢的脚掌了 然后呢把整个 大腿收进小腿 大腿根部 这个关节用力的往下拉 腾出足够的空间之后啊 就可以这样子往下折叠了 另外一边 也变好之后啊 那这个样子 巷战机的巨像形态 咱们就已经变形完成了 我知道这会儿 弹幕肯定和多人说 变得啥玩意儿啊 确实 如果你是玩变形金刚出身的 看到这个肯定会说 这个变得就是一趴变形 但是呢 毕竟是三十多年前的一个设定啊 反正它就当作是一个赠送的形态了 咱们不要要求过高 我反正对这个形态 它也不会特别的感兴趣啊 就是给兄弟们展示一下了 第二个我们来变狮战机啊 先把后方这边给它抠开 然后捏住头部啊 把它整个狮子头给它捏出来 这块盖板给它盖上 头呢 给它仰起来 那么呢 这边就是狮子的棕毛的部分 给它稍微立起来一点就可以了 那么手臂的部分呢 也是无脑式的这个变形啊 这边翻开来 这边给它旋转进去 盖上 把后面这个爪子啊 给它挑到前方来 往外旋转90度 整个挑起来 旋转过来 把胸口这两片呢 用力的往中间推 那么裙甲位置也是往里面折 收好 脚步就很简单了 把根部关节往后拉伸 然后呢 这边给它放下来 给它打成一个这种兽形的腿部 把黑色的这块 给它收纳进去 这样子 狮子形态呢 就已经变出来了 另外一个爆战机 它们俩的变形啊 基本上是一样的 所以说呢 我就不在镜头前面演示了 两个放在一起 兄弟们简单看一下 反正也就是最最简单的那种变形了 造型方面 说的过去 最后 阴战机的变形 先把背包给它往下 挑一点腾空间 把这边给它收下去 两个手给它往上打 然后呢 给它两个都往后收 脚尖位置往下放 然后呢 整个的给它往上 这边凸桥槽结合住 最后 把这边给它往上折叠双关节 然后呢 把这边给它摊开来 相当于是这个 翅膀的部分 再把这边旁边 相当于是两个炮啊 给它往前伸 那这个样子呢 阴战机的这个猎鹰形态 咱们就已经变形完成了 齿寸非常的小 还算不错 这边我把四款的 兽形态都放在一起 这个是猎鹰 反正这个变形啊 包括整个的造型方面 都没有什么 特别大的亮点啊 也就是给兄弟们看一下 接下来来看一下 它们怎么变成战车形态的 首先是向战车啊 我们先把这长长的鼻子 给它一点一点的 给它收进去 然后两根象牙呢 就直接给它 往下面折叠了 把四个脚掌 都给它收进去 后方的也是 整个前肢旋转180度 后肢给它整个的拉下来 然后呢 把这边给它 膝盖位置给它挑开来 这里往前折 然后呢 我们把这边前肢这里啊 有一个连接关节 先给它挑出来 现在我们要做的 就是把前肢位置呢 也是给它折叠90度 这边有个凹槽啊 咱们就直接给它扣进去 OK 最后再把这些炮啊 给它稍微调整一下 包括这边两边 给它左右两边 稍微分开一点 屌一点啊 那这个样子呢 坦克或者是战车形态 咱们就已经变形完成了 反正就是感觉兽型 四肢给它稍微折叠一下 给它变成了一个长方体 就行了 然后底下呢 是没有轮子的 这个也没有滚动性 反正就是 兄弟们 又是一个多送的形态啊 然后来展示一下爆战机啊 这边给它往下折 给它扣到这里来 然后呢 把整个手啊 给它这样的折叠一下 脑袋给它收下去 脚后跟 这边有个黑色的凸起 给它伸出来 那么现在呢 就是给它这样子折过来 然后呢 这边你看 前脚掌的位置呢 可以扣到这边的凹槽之中 这块伸出来的凸起啊 跟这边形成结合 最后一步呢 就是把这边给它旋转180度 另外的这个 狮战机 我也已经变形完成了 就是 好像猫科动物 给它趴下来一下 来 再来展示一下 三款的 它们的战车的形态 兄弟们 你们觉得这个变形咋样呢 可以弹幕说一说啊 OK 最后来演示一下 它们的合体了 那么狮战机跟爆战机 它们的合体形态的变形 其实很简单了 就是把这边 给它旋转到后方去 然后呢 把这里这个连接部件 给它挑起来就好了 然后把象战机 继续恢复到人形 这边底下的脚板 给它扣上去 你看这里的大凹槽 跟这里的凸起 就能形成结合 扣好 另外一边也是一样的 镜头攀高来 我们把脑袋给它收下去啊 然后呢 肩膀位置这边 给它往外拉伸 把收进去的 这个头雕上面的顶部这里啊 这块部件 给它翻起来 做好准备工作 接下来就把这个 阴战机变成头了 先把这边给它 竖直下来 然后呢 两个脚丫子 给它往下放 兄弟们看一下 可以看到这边内侧呢 是有凸起凹槽的 给它结合住 把这边这个脸呢 直接给它放下来 然后呢 利用双关节往前折叠 整个脸呢 就往后扣 这边 头顶给它收上去 最后 再把这个脚尖的位置 往前挑 大概45度 好 断空我的头雕 就已经出现了 这边露出的凹槽啊 把这边的这个凸起 给它插进去 用力 往下扣 好嘞 现在 再拿出这个小飞机 那么经过简单的变形 这边往上翻折 这边机头 给它收下去 然后呢 机翼的部分 给它往上挑 最后 这边连接部件 给它挑出来 OK 顺便来看一下 上面的做旧效果啊 这种渗线 还有一些这种 脏污的效果 还是挺漂亮的 对吧 咱们翻到背部来 把这边两边 稍微挑开空间 露出这个凹槽 然后呢 背包这边的两个凸起 就可以结合进去了 OK No problem 再把这边 绿色的部件 给它凸起凹槽 结合住 好 那么这个样子 最终合体之后的 断空我 就已经组合 完成 那么合体成 断空我之后 到头顶高度 为26公分 背包最高处 则是33公分 重量552克 整个造型 兄弟们满分10分 会打几分 弹幕走一波啊 我个人对这个魔改风格 还是很喜欢的 但是有两点不太满意 一个就是最开始的时候 说的这个做旧涂装啊 我个人确实不太喜欢 感觉有点怪 如果没有做旧的话呢 我会更喜欢一点啊 第二个呢 就是这个大脚板 感觉像是穿着厚厚的 棕高鞋 要是能够再扁一点的话 会更合我的心意 以上 仅代表我个人的观点 大家呢 也可以说说自己的看法哦 可动性方面 简单演示一下 这个头部因为是合体而来 所以说不能够360度旋转 抬头低头 侧头的角度还可以 肩膀位置 平抬的角度非常大 这边你看 也都是合金关节 手肘弯曲的角度呢 超过90度 腰部的活动范围 还是非常的大的 这点毋庸置疑 咱们可以把背包上面的 两个炮啊 往前 这样子 然后背后这个蓝色的部件 可以挑到前面来 这个也是火炮哦 加上胸口位置 这两个小的炮 攻击模式就出现了 怎么样 还是很帅的吧 下半身方面呢 这边有拉伸关节 所以说往下拉的话呢 前踢啊 后踢啊 角度都是非常大的 但是这次的评测键呢 侧踢方面很松啊 这块厂家也是直接说了 这个后期都会调整好的 兄弟们到时候反正 好好的去看一下 大会有没有解决啊 大腿位置旋转 膝盖弯曲 双段关节超过90度 脚步活动性 接地性都还是挺大的 至于垂地pose 摆的还是非常的标准的 这样子的一款 腿长手短的产品 能够做出这种标准的垂地pose 可见它的活动性 还是非常不错的 只要把大腿侧踢的 这个关节搞紧啊 没毛病 最后武器配件方面 一把断空件尺寸非常的长啊 长度达到了26.5公分 跟我15岁的时候差不多 然后上面可以看到 是有做旧的涂装的 全部都是塑料的材质 另外还有一个断空炮 我们拿出向战机的这个武器啊 先把这个旁边的两个东西 给它往旁边拉伸 然后呢这块给它往后 那么这边呢 就给它斜斜地放在这里就OK了 然后呢再拿出 这样的一个连接部件 把刚才的什么爆战机 施战机 阴战机的武器 全部扣在上面 然后炮口的位置 直接给它结合进去 OK 那这个样子呢 就可以变成一个尺寸 非常长的断空炮了 这边我把两个武器 全部搭载上去 给兄弟们展示一下 那么这期3Zero 断空我的视频 也差不多要结束了 个人感觉这款产品 各方面的素质 还是相当高的 保持3Zero一贯的优良传统 几种形态的变形 虽然说略显牵强 但是断空我的产品 一般都是这个样子 所以说也没啥好苛责的 就当做是赠送的形态 魔改的造型 以及做旧的涂装 我觉得会有一些争议 这个就留给兄弟们 自己权衡了 1800元的价格 确实是比较贵 但是超级系的产品 好像都是这个价格 觉得贵的话 看看我的视频 解解馋就好了 OK 今天视频就被结束了 咱们下一期视频再见 拜拜 拜拜 by bwd6 by bwd6